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跟大家来一聊一聊 我从学生时代到现在做过的所有的工作经历 短期的打工经历 我往期呢,录过一期叫做 普通学生如何赚钱的视频 就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反馈 从后台的数据来看呢 大多数同学也是通过那期视频认识我 关注我的 这期视频呢,做了一个福利大放送 我把我想了起来的工作经历 统统地告诉大家 以及我对那份工作的感想 以及那份工作对我现在职业规划的影响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先做一个非常极端的自我介绍 我是在2010年的时候出国留学的 所以我的打工经历呢 分为在国内的工作和在澳大利亚经历的工作 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我人生第一份正式的打工经历 是在一家奶茶店做奶茶 其实在那几次打工之前 我自己本身就几乎不合奶茶 所以我除了知道有珍珠奶茶和夜果奶茶以外呢 对所有其他的奶茶都是一概都知道 记得很清楚的是我那次上班给客人做了一杯没有仙草冻的仙草奶茶 然后客人回来就是我的仙草奶茶里面没有仙草 我就给他加了比较多的仙草冻来做赔偿 那份工作我只做了一天 那因为我是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暑假期间回国想有打工的机会 但是我报了网上的课程 所以呢我后来就一直在上网课 没有额外的机会再去打工 因为那个工作的地方那我们家又比较远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还是有很多的感触 我是那家店学历最高的店员 包括老板在内 他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那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这个学历在我打工期间拍不上任何的用场 我只是觉得我的晚应力比一般人慢 然后我的记性也很差 他们出现一个新的奶茶配方 其他员工做两三次就已经记住了 那我的话一整天下来 我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奶茶配方进去 我唯一会做的呢 就是招牌的珍珠奶茶和野果奶茶 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英语有任何的发挥的余地 没有老外来买奶茶和咖啡 老外也只点Cappuccino 因为Cappuccino和Cappuccino的英文发音很细啊 所以那老外也知道 就大多数做奶茶的员工 英语口语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们只点Cappuccino奶茶 不是在新巴克那种店里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奶茶店 它不是那种有强体的那个店面 它就是类似于边界铃车 或者那种小木百搭的那个小房子里面 在那个广场的中央有这么一个小店嘛 看到那个老外点Cappuccino的时候呢 我也想到我自己刚出国的时候 即使要点Cappuccino 我也只点Cappuccino 其他的咖啡我可能他一不会那么标准 就担心别人听不懂会丢脸之类的 反正有的没得自己 歪歪了很多想法 现在的话 点的咖啡中的也会稍微多一点 我在国内第二份工作呢 是在一个对外汉语教育机构里面工作 那次工作给我的感触也是挺深的 我是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 我给国内的某一个教育机构发了电子邮件 我说我在国外读对外汉语类似的 转业就是给外国人教中文的专业嘛 我希望贵校给我一个实习的机会 我甚至可以不要公私免费给你们工作 我只是想要一些更多的工作经验 以后回国以后呢 也希望跟贵校继续合作在你们这里做老师 现在想想我真的是太年轻了 我在这里呢也奔劝其他的小伙伴 你们如果要去找一份工作 你们不要自己说我可以不要工作 给你们做事情 或者你在打工之前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我就是来做义工的 我就是为了工作经验而来的 不是为了赚钱 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我就是真的为了赚钱 加上我希望获得一些经验 我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只是担心那个学校因为我的学历第二不要我 所以我给他开出的条件是我可以免费给你们工作 但是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所有的 我当时遇到的在校老师的资质真的都没有我高 我当时应该也是不到大二大三了 但是其他的老师都是大一新生 然后一边上课然后一边打点零工的那种 然后呢他们也不是都是对外汉语的学生 他们没有任何的资质 有的甚至是英语专业 数学专业 什么专业的学生都有 只是因为他们会讲中文 所以在那个学校的工作 当时我还没有授课的资质 我自己说吧 我没有资质 我可以免费给你们工作 所以我被安排的工作是前台的工作 就是接接接话 会邮件 其实也没什么邮件也不会 然后学生来了 跟他say hello的经词而已 我在做前台的时候 我可以听到教室里面上课嘛 他们上课真的是内容很无聊 上课形式也很无聊 一对一的课就是老师读课文 学生跟读课文 就好像我们小学的时候早读课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学生有学到什么内容 反正作为我一个外人来看那个课程内容 和课程上的形式是非常无聊的 也不能怪那些老师 因为首先他们没有资质嘛 也没有经验 而且他们给的工资还特别的低 学生付的一节课的学费的名头 都比一个老师的一个小时的工资而高 而且这个工资是不包含老师来回的路程的 因为我们在市中心上班 然后那些大学生呢 是在大学城里面 他们来回的车程其实是挺久的 也不包括老师的备课的费用 有的教育机构会给老师一些备课的那个钱 比如说无论你备课多长时间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课室费 再加上一节课的课室费 就成了所有的工资这样 做了大概有一个星期 我就不做了 工作环境其实还可以 我只是觉得我受不了 每天看着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被压榨 这些年轻的学生被忽悠 我在国内基本上就做了这样两份工作 我现在要讲的所有工作经历 都是我到澳大利亚境内发生的 第一份工作经历呢 是在2012年的年初 我在餐馆做服务员 这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在餐馆里端牌子 然后前后跑腿这样 但是呢工作也是来之不易 我的学校呢是在UNSW 新南威亚师大学 校外呢有一整条街都是餐馆 我是拿着简历 一家餐馆一家餐馆的去递简历 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工作 当时是学校的寒假吧 就七月份这样 还是有一些工作机会的 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 很多餐馆 他是要求服务员回家毛泽化的 我也不会讲毛泽化 后来找了一家东北人开的餐馆 就说那你就先试一下吧 事工我记得也是给了我工资的 所以老板其实还好 一般事工是不会给工资的 事工的时间也是老板说了算 我大概设了两三个小时的工法 然后每个小时给我8澳币的钱 这不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自己劳动所得的钱 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后来呢我就一个星期之内 工资从8块钱每个小时涨到9块钱每个小时 再后来呢每个星期大概工作3到4天的样子 偶尔老板需要人会问我有没有时间 然后我去上班 大概一个月之内呢 就把工资从8块钱来到10块钱 10块钱分顶了 一般留学生打黑工 真是打黑工嘛 没有签那个contract 探馆里打工的留学生 你们10块钱是属于最高分了 偶尔会有11块12块 那比较少一点 我当时英语也真的是差到离谱 在餐馆打工期间呢 我知道了酸甜苦辣咸用英文怎么讲 这些菜名用英文怎么讲 然后餐馆里的包括 罐 瓢盆 跟顾客交流的基本的英文要怎么去表达 基本上是从英语零基础到终极这个过程 在餐馆里打工的这个经验也给我提供了不少 几个英文的古镜吧 通过这次打工呢 我也遇到了很多贵人 其中包括我自己大学的同学 因为其实国外上大学呢 它就是你选了一门课就去上 然后上完大家就走了 就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 有多面熟的人就只是面熟 就打个招呼 就走的那种不会生了 我是在大学不替打工 所以呢也遇到了很多自己上课的时候 面熟的同学 他们就发现我需要有一份工作来维持我的生计 所以呢后来有的工作是这些 我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就熟食的客人 还有同学朋友给我介绍的 在这份工作里面学到的是 在任何一份工作包括这种体力劳动的工作中呢 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语言方面的 然后语言交际方面的 以及拓展人脉的这个附近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 不要看不起这些端盘子发传单的工作 你真的可以锻炼自己 尤其是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小白来说 真的一方面是赚钱吧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抗压呢 很多人会觉得在餐馆打工其实还是挺 有的时候还是挺掉面子的 可以换下自己的面子去工作 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份工作呢是在打货铺当理货员 那份工作我是在我上找的 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横火 今年有一个招工的微博招理货员 我一开始是长期工作 之前有个理货员他临时有事 所以那老板妻招一个理货员 或者是给他代替的 所以当天下班以后就给我结了工资 我记得是九十二笔吧 那当时是我一天赚的最多的一次了 结束以后呢 他老板就再也没有找到我 他是个杂货铺 他什么都卖 他包括卖文具 买日常用品 还卖一些就party的东西 我就知道有的这些分类要怎么说 我英文当时实在太差了 我跟文具这个英文单数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在杂货铺里我学到了stationary 那文具又分很多很多种类 比如说钱包 胶水 铅笔 各种纸 然后party用具又分买一些 是在这个杂货铺里面学到的 然后又回到了F1来录视频 第三份工作室 到了一三年初我去代购店面试 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要有一份工作 国内的一个朋友让我帮他寄几罐奶粉回国 我当时也没有做代购 朋友很情难缺 我就帮他买了奶粉到处找快递 那一家代购店刚好有华人的快递可以寄回国 而且速度价钱方面都还可以 我大概去寄了几次快递 写中有两到三次代购店收购远 把价格算错了 就是我一共多拿了两到三百澳 那么这两三次我都把那个钱给送回去了 当时的店长就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 就问我要不要在他们店工作 因为他们店也刚好缺人手 他们是一个分店 我去到一个比较远的总店 去做面试和实习 大概实习了两三天 总店的老板是觉得我 Customer Service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顾客来了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我对保健品也不是很熟悉 每次顾客问的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比如说教员在办事干什么用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产品 那个东西是什么产品 英文也不是很好看到这些英文单词的包装 也看不懂 工作就没有人下 但是店长就觉得很抱歉 因为是他介绍我去面试的嘛 也没有发现我有这一些不错 他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份工作 他的一个朋友在招派进去吃助理 一切都说得好好的 因为我当时也有上科的背景嘛 操作我的还可以 回电子邮件 然后做账本 做一些跟会计有关的工作都做的还可以 第二次要去上班之前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老板就说他考虑了一下呢 我们还是暂时不用 首先呢你不会讲广东话 我们有很多的讲广东话的顾客 第二点呢你就是学历太高了 避免招一些正在读高中的或者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全职妈妈这一类人来做我们的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一开始会比较难 但是说在胜跳以后 技术不是很高 如果我们招你的话 对你来说是两个时间 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要付给你的工资会更高 然后我们也是刚起步的公司 blablabla 讲了很多有的美的 反正就是我没有背部取代 碰过几次屁以后 我知道在澳大利亚学广东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在YY 还有在一些其他的手机APP上下载了学广东话的一些软件 也上一些网上的广东话课程 虽然我的话不是很标准 但是至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交流 这几份工作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 我尽可能的多学一些语言 即使我没有办法熟练的讲这一门语言 但至少别人讲话可以听得懂 这样的话呢 我一方面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 第二方面就是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我会看得懂英文 我就可以浏览英文有关的相关的专业知识 我听得懂广东话 所以呢广东话的视频 音频我都不障碍的可以听 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 经过那两次的挫折了 我就开始决定自己做代购 做澳大利亚的代购 我开始了解保健品 最开始呢 是了解国内的亲戚朋友 让我买的这些保健品 我可以花时间去查这些单词 他们的风向 也去找哪里可以买到这些保健品 当时代购刚刚开始的 过价的任务道 我要去心理各个地方找哪些 哪些超市 邀件可以看到这些保健品 快递的操作流程是什么样 做代购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损失 其实有一年 那海关突然下达一些 policy 购购的货品 全部被压在海关 超过几个月的时间 亲戚朋友的小孩都在等着喝奶粉 我就自己淘标包 又买了奶粉 重新给他们寄了一瓶 后来海关放行以后 那些包裹多出来了 调料性办法 下卖给其他人 那一次事情 给我造成的一瓶就是 做任何生意都是有风险的 即使你是在跟任职的人做生意 但是我也要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后果 因为铺客毕竟是找我买东西的 所以我得负责到的 也开过淘宝店 开过微店 在微信里发过广告 也做过一些促销的活动 跟有的超市合作开过专柜 因为后来我也做过日韩美妆的代购 日韩美妆寄到西尼 然后在西尼再卖给顾客这样 所以慢慢的在拓展自己的市场 当时是做的还可以 因为我还是学生 我的精力有限 我的资金也有限 没有做到很大 后来因为要去实习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代购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的勤快 如果有朋友找我的话 他还是会给朋友就稍微帮我忙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赚钱了 只是在帮朋友忙 还有很多我的粉丝也私信 或者在楼下留言问我说 需要带过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的报价呢 也真的是我已经几乎没有赚钱了 这就是成本价 澳洲超市购买 加上我的交通费 加上国际运费 国内运费 还关着报税费之类的 就是这个价格 如果你们在淘宝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买到 比这个价格低非常多的一个价位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提提了 我下一份工作是阴差阳错的呢 去做过超市的收银 有朋友开了一家超市 再招员工我就去帮忙打理一下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类似 其他员工的排班表示我来做的 进货以后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进货的商品 入系统 怎么定价 怎么做促销 怎么买货架 这一系列的事情呢 我都觉得很帮老板在打理 虽然后来这家店也不存在了 但是呢我也学会了怎么去合理利用我的时间 在时间管理方面呢我也特别想处理起这样的视频 我们的学生怎么一边打工一边按好好的学习 在打工的过程中呢 又要怎样去学习一些对自己今后发展有帮复的一些提强 刚才讲过就是在那个超市里面做专柜吧 我专柜后来就不错了 但是其他的做日韩代购的一些学生吧 他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商机 所以后来又等越来越多的 各伙伴在澳大利亚境内卖日韩的化妆品 呼呼品之类的 也有家里有点顶尽的同学呢 就开了自己的日韩店 在做这个日韩店的时候呢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化妆小孩 我也从中呢了解到日韩的那些化妆品 补补品包括那个扇摩师的杯子 还有一些美容衣服 我自己也有亲自用户 来推荐给我们的课 在这方面有一些想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 或者直接在这个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关于他的化妆品 15年一整明天 我基本上都没有去谈护 去学校实习周一到周五都没有时间了 在周六的时候呢 有一个Saturday School是教中文 他们的老师 其实因为有事情要回台湾 所以呢 我通过一些关系 进到这个学校 教小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 教幼儿园和小学生经文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书 还好之前走的那个老师 留下来一些资料 给我一些内容 三个小时时间要怎么过 要怎么教小朋友 唱歌 怎么教小朋友 看出这些小朋友 他们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要怎么去管理这个课堂 英文又不是很好 课堂内的英文 就通过一些电子词典去查询 第二天去乘课 就会好一点 然后妈妈过来到现在 我去带幼儿园和小学的班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也是那个时候断了出来 14年的时候 做代购店的销售这件事情呢 是这个店是在我住的公寓的马路对面 然后他们在招工我都去了 我已经有了自己做代购 之前去代购店做实习的这么一个经历 所以呢 当天 又当下老板就让我留下来 帮助他的店员 因为他那个店员也是代购小白 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就是我这个新留下来的人呢 教这个店员怎么去用host机 怎么跟顾客交流 这个保健品的功效是什么 它大概是个怎样的人群 我就变成了一个老鸟 教这个警工做了一段时间的员工 这家代购店现在在西米地区非常有名 我也不说名字了 我当进去的时候呢 他是刚到起步阶段 从第一家店发展到第三家分店这样 然后所有的分店我都去工作过 最后我要走的时候呢 老板其实也很舍不得 他就问我给我加工资 愿不愿意留下来 但是因为我15年要实习 一诊就没有继续工作 那当时我是每周六和周日 两整天都是在那个代购店工作 周一到周五的话 我在朋友的潮湿里帮忙 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自己在做日韩代购 做澳洲代购 再接下来还剩下一点点时间的学校学习 这是2016年 我在中文的教育机构工作 2016年呢是我本科已经毕业了 然后准备语研究生的证明 我就尝试在我心里比较大的一个中文教育机构 也是挺有介绍进去的 当时工作呢不是特别开心 虽然小朋友呢就还挺好的 我有做up school 有做家教 了解了心理中上层家庭的一个情况 这些小朋友对于学中文的目标 和他们的兴趣程度 但是因为跟学校校方方面造成的都不愉快 所以呢 后来也是因为自己身体缘故 这种工作就放弃了 那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呢 就是普通学生如何赚钱的这个视频里 我也介绍过 做强调支出过 作为留学生也好 作为国家的大学生也好 在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知道工作的政策 还有发育的一些小常识 这些都要在你打工之前 工作之前都会聊天好 我当时就是因为类似的问题嘛 所以一定小朋友闹得很不怀 就不划而散了 过了我的干部业 然后也一边是就是读研究生呢 我一边也开始找比较正式的工作 因为我已经本科毕业了 然后也难道找澳大利亚的教室的资格 所以呢 我就开始紧张公校的工作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一个远程教育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 你整个学校都是语言老师 然后这些语言老师通过网络 通过电话给学生上课 我只是去带课的带课老师 有中文老师请假或者怎么样 我去帮个忙 我有在其他不同的学校带过课 有带过一天课的 带过一个星期课的 到去年呢 我有连续带过六个星期课的工作 那在工作途中呢也遇到了很多贵人 虽然那本工作不做了 但是因为这些贵人 他没有介绍给了我其他的工作机会 今年的这个工作机会呢 就是在之前带课过程中 遇到的贵人给我介绍 我之前也做过房产的销售 做过包装室助理 我的打工经历呢 就大概就讲到这里 因为视频比较长呢 我也不会很详细的去描述哪个故事 如果你们特别想听哪一部分的故事 或者对哪一份工作特别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每一篇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